那我們非常感謝那個躍進計畫 躍進計畫他們也在我們今年的project裡面 有投入一部分的錢做一個活動中心的建置 所以他有一部分錢就放到我們每個月的租金裡面來 然後我們自己的管委會 自己管委會的一些一部分的budget再放進去 還是不夠 所以我們認為就是說 例如說那個理監事們就是要那個 我就是先開始這樣子 然後我們再結合我們那個地方的一些小的單位 像美術城鄉協會 把他們叫進來大家做成聯合辦公室 將來還會出現我們吉隆里的里長辦公室 有可能也會在那個地方 所以大家就是集合大家的力量 那都非常好 因為這些都是相關的一些地方上的小組織 當我們跟美術城鄉搞在一起的一樣的辦公室的時候 也就是我們商店街在做什麼 美術城鄉的居民都知道 那美術城鄉那些他們在做什麼我們都知道 但是我們要share那個所有的那個expense這樣 所以是因為這樣子 我們認為到最後算一算 兩萬五千塊我們應該可以 make it 所以就租下來 然後再加上我們後來去跟企業募到一些款項 把那個地方的硬體整個把它建置起來 就這樣 我不曉得這樣不知道會不會被抓去關 對 反正我就實話這樣講就對了 謝謝 那第二個是什麼 活動 這麼多活動是 活動的 參與領錢的就是有一位總幹事 這應該是大部分都這樣 那主委如果要領錢就是用烏的 不曉得這樣 目前都不曉得到 口袋太淺 對啦 那那個 就只有他 所以他是有幾職的 那他有幾職當然他就 理所當然他就是要在那邊上班啊 所以他的business hour都在那個地方 早、早、早、晚、午都在那個地方 之後 這就是為什麼我剛剛講我們有很強的那個 什麼 志工隊 志工 志工 志工媽媽 志工什麼那些 我們平常跟他們做好非常好的互動 所以在after hours 我們就請志工來協助一下 或者是說那個 我們的那個 總幹事他休假的時候 我們請志工來貼補那一天或兩天的那個 所以他就是7-11 沒有 半夜沒有 就是說每一天都有人在那裡 這樣 我們就 基本上這樣運作還可以 那第三個問題是 心水是多少 你是說那個總幹事喔 對 總幹事薪水供出來 看是他的走路啊 那他就 啊 可以嗎 可以講 我怕不怕他們錢嗎 因為我不是要錢 我不是 問他幾個就 他好像兩萬塊的 budget 兩萬塊的 budget 但是我覺得這是自己每個 每個那個 因為我們目前還沒有足夠的錢 可以再給他更多 當然我們有一個設了一個那個 就是也有一點那個 業績牆劇 業績牆劇 那我設的 我就跟你說了 用動作動物醫院連鎖經營啊 我就跟你說喔 你多增加一個會員喔 就給你bonus多少錢這樣 那就用這樣的方式去encourage他去 幫我們的會員服務 然後去拜訪會員這樣子 對 那那那一部分的錢是 不在那個 budget 裡面的 所以 所以不要這樣子 但是我會覺得就是說鼓勵他們 因為那個小女生其實 我們花一個兩三千塊而已 或是他做到那邊 做到那邊 對吧 那我覺得蠻值得 那將來 將來如果我們的會員增加起來了以後 對不對 我就可以不用再這樣子 我相信就是會員增加以後 他自然自己就可以由會員去出了 還是會員多少錢 你也要來嗎 要確定你在裡面喔 不然就是聯合行銷的事 沒有你的份喔 入會費喔 不是 我們每個月跟會員收八百塊而已 每個月 每個月跟會員 一家會員收八百塊 這樣子很多還很少 我不曉得耶 那個藝宅 你是怎麼補導的啊 我告訴各位喔 等一下 等一下等一下 對不起 我跟你講 我們那個張主委在那邊 我們不是美術演奏 不是台中市的商圈最貴的嘛 對不對 我昨天跟東東 前幾天跟東東在談 他們也是一年一萬多塊啊 比我們多一點點 那現在有多少不允許 五十五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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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有多少變加對不對 一百多個 那我接的時候 我接的時候是三十六個啊 那我們現在就是透過這種 有一點點用 有一點點用 現在在半年的時間就增加百分之五十了嘛 五十五家 所以我 有常常跟我們那個 你總幹事比較強喔 你總幹事比較強喔 總幹事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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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主委都不太強 你在說什麼 主委長得又帥喔 我說實在我們總幹事喔 非常非常認真 很好 很好 真的是 我長得在口一山 門延閃道 謝謝 真的太強 來 停 請問一下主委喔 發財商宣喔 我想請問一下 欸 你說有那些企業贊助喔 那企業贊助它 你跟它交換的東西是什麼東西 只是一個露出嗎 還是說活動搭配上 是以他們公司那種 放肆引交進來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在這個旅客服務中心的部分 你有跟觀光局 申請過旅客服務中心嗎 還是說以後你想朝向 申請這個旅客服務中心的方式來進去 謝謝 好 謝謝 第一個 第一個 它有分那個 可行的跟不可行的 的交換 台面的台下 台面的台下 那這個第一個 那個那個台下 台面下的恐怕不是每個主委都可以做的 叫做要以身相許 你家的動物嗎 以身相許的意思喔 是聲音的聲啦 聲音啦 因為我有拉了一點小黏起